来吧 二号 女嘉宾你好 我身高一米七三 就怎的了 下来上来都第一时间报身高 大个 一米多少 一米七三 体重一百三 我天哪 都太标准了 但是我年龄大 我六十六岁 六十 男嘉宾六十一 正常期盘都是愿意找小几岁 大几岁的不愿意 为啥呢 虽然说现在身体都挺好 但将来以后女人身上毛病毒 我身体健康 没有三高 我长得还年轻 人家身体好 没三高 长得还年轻 考虑考虑再说吧 好嘞 谢谢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来 三号女嘉宾你好 我个头比较矮 一米六 身体健康 体重一百二十斤 请问男士身高这么高 你喜欢打篮球吗 年轻的时候 打过 玩篮球 足球 排球 现在发生就是养生 赚钱 主要就是养生 赚钱 享受生活 你嘉宾您是喜欢体育运动吗 我也挺爱好体育运动 你喜欢什么球 我个儿 我就喜欢足球了 喜欢什么球 足球吧 您踢吗 踢 现在不怎么踢了 你以前踢足球啊 玩呗 很少有女士踢足球的 你这体力相当好了 是 现在还能踢 再踢就踢我了吧 是不是年轻练踢球 就是为了老了踢老伴啊 踢人挺疼啊 对 不踢球了 你踢人嘛 改气人了 也也不踢了 代表以前踢过 你发脾气的时候会动手吗 不动手 动脚吗 别的开个玩笑吧 好 谢谢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来 三号女嘉宾 你好 我是来自爱山的水亚猪 今年63岁 身高1米72 体重128斤 不 今天怎么全都打动了 年轮太刁准了 那个 我就是女王 今天我就为你而来 希望你多多关注我 你是通过什么 为他而来的 看电视啊 不是 是你们编导给我介绍的 就是说有这样一个优质男士 对 你就为他而来了 对 编导说的哪个条件吸引到你了 说他的眼儿挺诚实的 玩身体好 抹汗了啊 说的点挺诚实啊 我现在没在前面 在前面我会为你擦汗 我的妈呀 我汗了可能是因为提到 六千多的事了 四号女嘉宾 你看到男嘉宾了 觉得这趟白来没啊 没白来 没白来 是不是啊 没白来 咱们四位女嘉宾 连线结束了 男嘉宾你要从四位当中 先选择一位 上台来和你聊聊天 那他会选择谁呢 来参考一下二位的建议吧 一号女嘉宾 有颜有身材 而且人长得还甜美 就是人的性格还温和 还开朗 所以从长相上身材上 我认为你会比较满意她 一号和四号姐姐 对你的热情度更高 当然了刚才其他的那两位姐姐 也表达了自己的 但是有一些 比如说年龄上的差异啊 个头高矮的差异啊等等 我觉得最适合你的要求的 可能就是一号和四号 最终男嘉宾会选择几号呢 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爱的选择我在这里等你 好 好